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 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 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 个体经济 小生产者经济 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 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 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 列宁说 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 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 显然 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 就不能真正的来谈社会主义 建设在我国的胜利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 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 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 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 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 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赋农经济 从1951年起 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 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 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 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 到1953年底 这种合作社由195年的6900多个 缩减到1200多个 又缩减到147个 南斯拉夫的农村 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 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 他们恶毒的咒骂 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 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的保持 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 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 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 自由竞赛的基础上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 劳动合作社的同时 从1953年开始 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 买卖和自由租赁 实行自由故宫 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 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 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 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 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 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 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 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 1959年 在农村中占地5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 占农户总数的70% 他们拥有的耕地 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43% 占地8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 只占农户总数的13% 他们拥有的耕地 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33% 科马尔还承认 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 占总农户的10%左右 出卖土地的农户 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 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 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 1963年7月19日透露 在一个县 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 最高限额10公顷的土地 在比耶利那区 发现有500家农户拥有10 公顷到30公顷的田产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 还表现在耕处和农具占有的悬殊 在主要产粮区的福伊沃丁 那省的30万8千农户中 有55%没有耕处 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 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40.7% 但他们的耕鲤只占耕鲤 总数的4.4% 平均每20户才有一张鲤 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 不仅拥有大量耕鲤和处理车 还有1300多台拖拉机和 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 农村的两极分化 还表现在雇佣劳动纸和其他 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1958年2月7日南斯拉夫 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 1956年塞尔维亚占地8公顷以上的农户 有52%使用了雇佣劳动 1962年科马尔说 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 在强大起来 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 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 非法经商 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 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 酿丝酒 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 甲分家轻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 占有超过最高限额10公顷的农地 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 通过带耕剥削临近的贫苦农民 1962年8月30日战斗报 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 是租种他人土地 雇佣劳动力的人 是有经验的商人 这些人不是生产者 而是企业主 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 他们雇佣劳动力 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 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 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 其利息往往在100%以上 此外 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 利用失业者的困境 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 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 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 据1962年8月20日的 政治报的材料 1961年 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 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 大约有70%是靠 出卖劳动力获得的 他们遭受重重剥削 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 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 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市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 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分 已经从6%增加到15% 可惜的是 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 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分 苏共领导所说的15%的 社会主义成分 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 然而 所谓农场 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 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 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 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 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扶植赴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 《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 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他们所起的作用来看 他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其说他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 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 有这种情况 这些合作社是赴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 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 这种所谓合作社 在他的商业活动中 凭借这种特权 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 大做投机生意 剥削农民 1958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 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 哄台农产品的销售价格 1959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 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 减少收购数量 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 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 据1962年南斯拉夫联邦 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 1961年 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 就有10万多名 此外还有大量的零时工人 据1962年12月1日南斯拉夫 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 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 劳动日长达15小时 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 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分的农业组织 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 发展资本主义农场 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 方面的基本政策 铁托在1955年就说过 我们并不放弃 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 以某种方式把小 农庄合并起来 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1959年 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 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 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 强制管理 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 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 这里有两条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 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河向 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 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斯大林说 所谓第三条道路 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 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 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 富农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恢复富农盘剥 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 使富农有权势 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 保持苏维埃政权呢 不 不能 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 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 因而 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 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 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 恢复资本主义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 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变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 铁托集团翻案的人 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 怎么能够硬说 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退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 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 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 更重要的是 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 公营企业已经退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退化为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 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 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 为代表的包括官僚 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 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盗用了国家的名义 依附美帝国主义 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 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 所谓工人自治制制度 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 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 规定工厂 矿山 交通运输 贸易 农业 林业 公用事业等 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 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 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 劳动集体自行管理 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 决定产品的品种 产量和价格 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 自己决定工资 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 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 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 企业的所有制 叫做是什么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 他们说 只有实行工人自治 才是真正的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 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 所谓工人自治 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 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 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 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和老机会主义者 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 工厂归工人的理论 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 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一类理论 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 经典作家博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度灵论中指出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 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 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 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 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 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 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 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 或个别行业的工人 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 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 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力合法化的做法 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 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 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 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 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 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 新型的官僚买办 资产阶级的手中 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 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 铁托集团 铁托集团